天文摄影 想知道这么美丽的星云星团是怎么拍出来的吗? 想了解什么是天文摄影吗? 那让我们来带您进入天文摄影的领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大家好我是望远镜叔叔 那我们一系列的天文摄影的教学影片呢 前面我们有介绍了所需的器材 还有望远镜的基本介绍等等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赤道仪跟望远镜的架台 那天文望远镜的架台呢 大致分为以下的几个种类 进行天文摄影的话呢 会使用到的大多都是赤道仪 那天文摄影为什么需要赤道仪呢? 因为地球在自转的关系 那天体呢在夜空中其实是一直在移动的 因此我们需要电动的赤道仪呢 来追踪天体 那赤道仪呢依据构造的不同 大致是分为德式、叉式、全篇式等等 这些赤道仪 那目前呢在台湾比较常用作为天文摄影的是 德式赤道仪跟全平衡式的这两种赤道仪 那我们作为示范的范例呢 这是属于德式的赤道仪 那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赤道仪的构造 那这个是赤金轴 那这个是赤尾轴 那在正规的赤道仪呢 它会在赤金跟赤尾的上面呢 会配备两个马达 那赤金马达呢 它可以抵消这个地球的自转 那让望远镜呢可以跟着星星跑 赤道仪底下呢 它有一个左右跟这个阳角的这个调整螺丝 那它是基本上用来调整极轴用的 那上方的这个揪尾槽 这个是用来连接望远镜用的 接着呢来介绍赤道仪的这个三大基本功能 第一个呢是Auto Tracking 就是所谓的自动追踪 那它能够让望远镜呢跟着星星跑 那再来呢是GoTo 自动寻星的功能 那也称为自动导入的功能 那它可以透过这个控制器 让赤道仪呢去找到这个目标的星体 那一般的GoTo自动寻星 还需要经过一些两星校正等等 那如果没有经过完善的校准的话呢 那可能也没有办法说 将目标能够正确的放在这个视野的中心 近年来呢也有一种全自动寻星 也叫做解星导入 它会透过一个ASI Air的天文主机 来辨识天上的星体的一个星点 那它就不需要透过两星的校正 那也可以确保呢赤道仪能够移动到这个正确的位置 目标 那因此呢一般眼睛看不到的星体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全自动寻星的功能呢 来确保它能够找到目标 那对于天文摄影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那第三个导星的功能呢 它是天文摄影用的一种技术 那用来让赤道仪呢可以追踪的更精准 那赤晶轴里面呢有一个极轴望远镜 那在功能呢是要将极轴和赤晶的旋转轴 那调整成一致 那我们俗称叫做对极轴 那极轴望远镜呢它有分两种 那第一种是传统的光学极轴 那第二种是电子式的极轴望远镜 如果只是纯观测的话呢 其实极轴不一定要对到很精准 但是天文摄影的话就要尽可能的对准极轴 才不会因为呢 最终的误差而降低了拍摄的成功率 那如果使用ASI-Air的天文主机的辅助的话呢 不需要极轴望远镜呢 也可以将极轴对得非常精准 那架设赤道仪还需要调整平衡 在天文摄影的时候呢 平衡做得好的话呢 可以提升天文摄影的时候的追踪精度 那以上是赤道仪 简单的种类跟构造的介绍 那这个爱顿的Skyguider Pro 大星野赤道仪呢 也称为就是射星仪 那如果是比较小型的射星仪呢 也会称为星空云台 那射星仪跟正规的赤道仪 它有什么差别呢 简单来说呢 它是一个简易的赤道仪 那它有追踪的功能 但是它没有自动寻心的功能 那这类的射星仪呢 许多它是没有这个赤尾马达的 那只有这个赤筋马达 那赤尾的话呢 只能用手动调整的方式 那射星仪在拍摄的焦距上呢 它也有所限制 那建议是搭配焦距200以内的这个镜头 会比较适合 那如果说你是使用长焦的这个望远镜的话呢 那就可能会有拉线的可能性 那射星仪的优势呢 就是它轻便好攜带 那也相对的便宜 那可以拍摄像银河啦 星座啦 或是一些广域的一些星云 例如说像调色盘啦 或是整个猎户座等等 那用这种的射星仪呢 那就可以来拍摄了 那电动经纬仪 那电动经纬仪 这个功能啊 那难道它不能够天文摄影吗 那因为经纬仪呢 它的运动的方式 跟赤道仪是不同的 那用来作为天文摄影的时候 那拍摄的目标呢 它在画面当中它会旋转 造成呢 周边的星点 会有这个变成弧线的现象 我们称之后 甲极现象 那因此呢 我们不建议使用电动经纬仪 来做这个长时间的曝光 赤道仪的追踪精度 差异大概区分为 第一个是观测用 跟第二个是摄影用 观测用的赤道仪呢 它是小个大碗 那所以呢 售价是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那用来演示观看是足够的 那也可以用来作为行星摄影 那但是呢 因为追踪精度它是没有那么高 所以如果你要来拍摄 升空长时间曝光的话呢 它的失败率就会高了一些 那因此呢 天文摄影的话 建议使用这个追踪精度 比较高的赤道仪 那另外呢 还可以透过导星的方式呢 可以加强追踪精度 那或者是选用这个 EC版本的赤道仪 那可以让这个精度提升 那这是属于比较专业 天文摄影用的这个赤道仪 那我们要如何来选购 天文摄影用的赤道仪呢 选购赤道仪 首先会遇到这个预算的问题 那一笔预算通常又要买足望远镜 赤道仪啦相机 那该怎么分配呢 而且常会有人问我说 赤道仪为什么比望远镜还贵啊 整套器材当中呢 望远镜跟赤道仪 其实是预算花费的重点 那赤道仪呢 它不只是一个架台 那它也是一个精密的仪器 那其中又包括电控啦 电子等等精密的零件 尤其需要用在这个天文摄影 会需要比较高的这个追踪精度 以及考虑到载重量等等 那赤道仪的价格就会比较高 那甚至它会达到全套设备的三分之一的价格 也是非常正常的 那如果没有挑选合适的赤道仪的话 那未来拍摄的失败率呢 就会变得比较高 那赤道仪我们会以载重量呢 略分为小型中型跟大型 那么挑选赤道仪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那赤道仪越大 那本身的载重量呢 它会越高 那可以搭载更大型的望远镜 但是呢 你整体的重量也会因此提升 那通常价格也会更高 那大型的赤道仪呢 还需要大型的脚架来搭配 那整体的重量是非常可观的 那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 就是说它的攜带方案 那例如说你的载运的设备 还有交通工具 那像是开车 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载运啊等等 那天文摄影用的赤道仪呢 那载重量通常呢 会在打点折扣 那以载重量的八折八五折以下 作为规划望远镜的系统 那有点余裕的载重去操作 天文摄影的成功率呢 就会比较高 赤道仪的寿命呢 也会比较久 赤道仪呢 它还会讲求追踪精度 那追踪精度好的赤道仪 可以将星星呢 定在一个位置 那周期误差也会比较小 那如果误差值太高 它拍出来的新点 那就可能会有拉线的问题 那因此精度高的赤道仪 是比较适合天文摄影的 但是单价呢也会相对比较高 购买赤道仪呢 请任命有原厂代理 或者是像有实体门市的商家来购买 那也不建议网购 强烈的不建议购买平行输入的产品 那因为自行购买这种水货 是没有保障的 那可能会产生以下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新品瑕疵 那赤道仪的体积呢很大 重量又很重 那如果你自行从国外购买 到水货有瑕疵的时候呢 退换货 就会花费更多的运费来处理 那第二个是操作教学 消费者呢很难只透过说明书 来学习如何操作 甚至是买来都完全不会使用的 那要进一步的 能够拍出成功的作品的话 是需要一些诀窍 还有一些经验指导的 第三个就是售后维修 赤道仪本身呢它是一个电子机械的一个精密的仪器 很吃重维修啦保养这些的售后服务 那如果你从国外购买水货的话呢 那如果故障啦你的设备就因此会变成孤儿了 那我们红鱼光学本身有代理赤道仪的品牌 那我们全国呢有五间的实体门市 那售出的产品呢都会提供这个教学 还有售后服务 那不定期的会举办天文的观星活动 让你带着器材在星空底下实际的操作教学 那判出属于你自己的天文作品哦 那以上就是对于赤道仪的介绍啦 那未来呢我们会以系列的影片的教学 那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开启小铃铛 那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影片通知哦 谢谢大家收看哦 拜拜